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关于成龙吊你到什么 这些不是政论来的 接着 预了什么 这些不是政论 但是我自己心目中 由头到尾 我都相信 华格纳集团 普利哥津它会叛变的 但是问题就是 普京已经压制了 所有的人 到真的要出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可以一往无前呢 看影片见到 普利哥津的士兵已经进驻了 距离 莫斯科500公里 接着见到 很平静 就是俄罗斯人不觉得 有什么大重要 接着当然了 有很多人说 热烈欢迎他进来 但是 是不是呢 实际上普京在位这么多年 他是得到俄罗斯人普遍的支持 如果不是他不是普京大帝 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俄罗斯 一直在抹落当中 而普京是试图将他们的民族 就是一个并不是 并不是 所谓的战斗民族 并不是伟大的民族 他不停地 就是这样 在那里顶着 他是得到真真正正 大部分的俄罗斯人支持 就好像现在中国共产党一样 在中共有很多人 仍然在支持中国共产党 其实是一件事 接着现在你叛变 谈不够数也好 或者真真正正 对普京有重大的意见也好 试试 来到这里 你说胆不胆怯 胆怯 其实 就是这么简单 有没有办法 一鼓作气 没有多少个明成组 明成组 当日一支箭 就这样打入北京 不理任何事 但是 这个决心要很大 因为普京的仁威始终在 结果 反转 大反转 全部人热烈 欢迎 哎呀 一早知道这个后果了 事后恐明 那我没有的 因为我都说 输 就已经是输了 场仗 至于 好像你看到 哎呀内战 在我节目都很少看 因为小打小闹 未形成到 当然 普利哥俊不同 普利哥俊是他的心腹 但是也都因为心腹 而你动员的 只不过是一些什么 雇傭兵 就是他们本身有钱 就解决得到 所以 他不是一个正规军 如果 邵姨股 他叛变 就另外一件事了 因为 你要明白 他出来的 那些 其实就是逃犯 是监 监等 是这样的话 即是说 他们没有一些 真真正正 要战胜你的心 最重要就是 为钱打仗 如果开出的架码 够高的话 很有可能 他们都 叛变 他们的忠诚度 就在这一点 看到他们的坦克 他们的装夹 去到南方的所谓的指挥部 看不到又反抗 接着看到 就说 哎呀你们这些市民 不要去市中心了 看定环境 这些呼吁 昨晚都有 那当然 网络大翻车 昨天兴高采烈那班人 今早早不知道怎么办 尤其那些KOL 真的很厉害 萧生那些讲到 不停这样被人笑着 那但是当然了 大匪没有那么多真知灼见 我们只不过评论真新闻 不要假新闻 跟着见到俄罗斯 有两架飞机 不知道去了西伯利亚 不知道在哪里 那有些人就说普京出途 那结果 克里姆林宫正式澄清 而在这个转接那里 当然就是白俄罗斯 的总统 的总统 建普里哥俊 通尘利害 其实通尘利益 你打仗 你也是为钱 你做雇佣兵 就是你的钱 我确保到你的财产不变 你不如你走 他们不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 他们并不是因为理想的分歧 或者为俄罗斯人谋幸福 只是个利益分配去哪里 那利益可以谈到 那你便去白俄罗斯安享晚年 来到这里 你就分析到究竟是什么事 那当然 所谓的制裁令 所谓的通缺令 普京 即时宽民大量 谈好了 就放过你 那就完了 整场戏 已经宣布落幕 无论你喜欢 不喜欢 你喜欢 不喜欢 来到这个点 已经finish 玩完 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 还有什么 当然 普京 普京会势如破竹 我讲民意 你看到中共很有可能 喘了一口气 因为昨天的小粉红 全部同声一哭 为什么会这样 自己人 極度的失望 但是今天 早上睡醒 他们那把热情 他们的战火会重燃的 为什么 即是说 华甲立军团 一个号称 世界上有名的雇傭军团 他们宣布回归军营 普利哥军 安享马连 那你就看到 普京的手段 也是一个明白人 这个特务头子 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你说 会不会拿着普利哥军的痛脚 现在的痛脚 不要说这些 反得的 就预认了跟你反面 痛不痛脚 其实是假的 除非你拿着他的家人 如果不是的话 根本上 是做不到任何事 如果他要反你的话 我都不觉得 他的家人 会在普京的手上 如果不是的话 不敢做这一步 一定是 等时机成熟 可以全部全身而退 那如果你问我 就是来到这一步 只有的就是 利益 足够 你反 反小伊姑 既然不对 不如你走 第二 当然 你 离开 我保障你的利益 但是 你的华格纳军团要留下 结果 所有华格纳的军团 他们没有哗辩 没有走 没有拆散了 回归俄罗斯军营 即是说 普京比较浅 習近平 看到这一幕 从心惊到安静 但是我告诉你 表面上 普京大帝的民意 会继续冲高 而更加多人相信 普京大帝的能力 但是 这里你已经看到有所松动 这一次 直接令到俄罗斯 和乌克兰边境 其他的东欧国家 他们已经 作出了边界的防御 注意了重兵 但是 你问他们 由开心 都变成了有少少失望 但是也都来到这里 这个也都证明到 普京并不是无可感动 究竟 这一次的兵变 短短不够十二个小时 就完蛋了 这样我问你下一个 表面上 看到少姨谷 看到车臣 但是问题就是 少姨谷是否绝对忠诚 雇佣兵要反是难的 因为全部都是利益的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少姨谷反你 或者少姨谷下面的将领反 我相信 武统台湾 未来十年都不会发生 习近平 不会亲自打仗 那就是说 他要交出他的军权 仗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跟着变化会是怎样 所以 不能够百分百控制军队 也都不可能百分百控制军队的时候 就要想 新海革命 就由新军开始 所以 来到这里 台湾相对的是安全 但是你说俄乌战争 结局只有一个 普京大帝在这里 挽回了他的民族支持度 挽回了大量的东西 但是你的基本盘不变 就是你的武器 你的普及 你的经济状况不变 只要这场战争 再打下去 你经济受不了 跟着就会由人民开始叛变 因为他们就会觉得 是不是还要打 一窮二白 是不是真的没有饭吃的时候 他怎样 那当然 来到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就是习近平 在某一方面 一定会支持多一些的普京 因为他看到 很惊吓的一幕 那他就觉得 普京这面招牌 不能跌 是这样的话 普京在某程度上 会得到更加多的经济支持 但是 基本面不变 这个就是我们 现在看到的事实 普利哥津是一个小策谷 好 对于乌克兰来说 他们手僵 胃肚 他们看这件事不一样 因为他们输了 就是输了一条命 输了家 输了国家 所以是这样的话 即使你有没有普利哥津这件事 但是他们依然会将士用命 他们依然要打下去 而对于西方国家 来到这里 看到普京 就是说 撑得住这一波 这样他们 会再继续给更加多资源 没错 给更加多资源 因为他们会剔除了 蛙变这件事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这样会在经济制裁 和军事上 会更加多 不同的武器陆续登场 因为他们都会明白 这场仗 普京在短时间里面 他取得大量的民意 这样 这场仗 在未来这一两个月会难打 但是我都是说个说话 基本面不变 这阵风吹起了 就会有更加多人 他们考虑究竟之后怎么样 发完一个好梦 很多人一样 发完一个好梦 基本上是 那之后呢 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漫长的岁月 在那等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是 昨晚个个打了鸡血 就是说 你看看普京大帝都会输 某一个帝国会不会一样 但是今早一起床 原来 什么都没有变过 只不过是小莲花 那我也想说一句说话 你放心 变是一定的 因为这个是趋势 这个是一个大势 只不过可能不似预期的意思 所以不用怀忧丧志 这个话 黄毓民最喜欢说 那我们今天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每日做多些 黎明必定会到来 沃克兰人民必定会胜利 普京大帝必定会输 只不过不是现在的意思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like 追踪share 订阅课金 看广告 可以说加入会员 和菲徐 帝国天娜 需要大家的支持 所以 明天一天有八八卦卦的生活旺角 也有继续的就是 一天不收声 因为明天我三点多钟机 我明天一落飞机 我就回酒店就做 功夫我不可停 除非我妈妈打过电话来 喂 吃肿了 今天真的没办法 我一世人 不敢说最爱我妈妈 但是最怕是沃克兰 所以说特若兰 希望大家多点支持 拜拜